一旦意识和整体连接来以后 那物理化一通就不成现了 整体特性 这就是整体特性 所以我们一元体就是整体特性 一元体的整体特性 它是有能动性的 是有能动性的 有随意性 周围客观事物的整体性 它有自然反应性 有混化的功能 但是没有主动性 没有主动性 所以我们讲三层物质理论 就这个意思 它就是我们过去讲 就是有原始活源记忆 元体是三层物质 其实的话 每一个事物的整体特性 整体性的物质 那也是属于三层物质的情况 每一个手表 这是它的基础表现 有了物质特殊性了 但是它有那个气场 那个气场 那个气场就是呢 就是它那个整体特性 也是它的气 它这也三层物质 咱们在搞那个试验 这上方总会讲到咱们上零次学院搞试验去 就是来证明我们这个三层物质理论 咱们从96年搞这个试验 其实我们是在正式写书92年 书中间有三层物质理论 它本身不具备能量特性 但可以转化成能量 可以转化成能量 咱们从96年 就开始搞这样的试验 从去年 咱们上零次学院室去搞 在零次学院室去搞了五轮 二百二十多次 搞了五轮 五轮试验 一次一次就要几天 一两天两三天三四天 这样子 搞了五轮 二百二十多次试验 成功率百分之十五 成功率百分之十五 因为咱们自己搞 咱们那个一气简单 阉割度不够 从我们这儿 做实验过程是阉割的 但那个一气的精密度不够 周围的屏蔽不够 从去年咱们到零次实验室 搞实验剧 零次实验室 咱们是 咱们圈过去这么一个 可能亚洲的两个 那个屋子的话呢 有这么 跟这个舞台差不多 这么一个大的屋子 那经过磁化处理的 里边还有一个小屋子 两米 两米高 两米宽 两米长 当这个台子 那都是歌词六人 把它宣布起来 里边经过歌词处理 里边零词 没有词 没有词 那非常的严格 那全国好多的实验 好多教育在那儿搞实验 搞点零词的测试结果呀 什么又还在那儿搞种子去 在他们那儿把种子 放零词下去 人家就放在里边放一放 还也起作 零词也起作用 什么搞经络实验 在那儿去搞实验 就等了 好多人在那儿去搞去 在咱们那儿去搞 进去以后 你身有点带瓷的东西 显然出来了 女同士带着发卡子 这般咱们带着手表 有的人带有象牙的 牙伸有金属 女同士的避孕环 有这个金属 你一进去 它都要反应 你一进去 马上要反应 但要反对 你身有瓷 它是跟瓷刚有什么区别 你身有带一个瓷 你叫人家们一起一落 它一起显得很明显 就看着 你身有带一个瓷型物质 你赶紧你自己把它除掉去 这么敏感 然后咱们进去以后 先进去以后 待三分钟 不要发迹 你以后那个瓷场不起变化 它那个仪器 那个仪器记录在外面记录 加一个传感器 一发工之后 有变化了 记录下来了 这就是审阳性 所以零瓷里面没瓷 才生瓷了 瓷从哪来的 我们俊诺工说 从活源器变过来的 人家说 你怎么证明 活源器变过来的 那我怎么证明 那我跟你这么证明 不是活源器变过来的 你那个瓷从哪来的 那你跟我说 那瓷从哪来的 就是瓷能生瓷 电能生瓷 你还有别的 还有别的生瓷的办法吗 你们有 他说你这是个瓷场 你一练工业瓷场强了 我跟他们讲 我说好 弄两个传感器 一个近处的 一个远处的 就放在这 我说远是单的 我说远是七多又不行了吗 他说没两个就一个 他就一个 所以咱们办呢 我说人不进去了 你穿高线在里边 人不进去 人在外面 所以当时我一个人出觉 我说咱们前面的五轮 在外面做成功了几次 成功瓶瓷场 这次要做实验 我说咱们又一轮开始了 前面的五轮算一组 咱们后面这一组 还要做它几轮 咱们上面不做的是 二百多次吗 这次去几轮 一定要还得超过二百二十次 最少 最少咱们争取做的是 二百五十三百次 这一次我们主要在 不进去 两米高 两米高 那个小庙里面去了 往那大庙里面待着 一个大的套里面 一个大的还套一个 里面套着 我们不进去套间了 不进了吗 我们在外面 那个机器在里面在外面 火焰气成瓷啊 出瓷啊 出瓷 它就咕噜咕噜咕噜 就不论开来 这样 所以那我们人没思想了吧 那个都根都屏蔽了 你只一进里面去就零 在外面还可以 这个大方在里面 还还不是那么完全零 到底完全零 我人不进去 你怎么说一个新闻天啊 外面谁进不去 所以证明我们三层物质啊 它是存在的 存在的一个新闻体 所以这样我们同学们 就是呢 这就要更加灵活 说那个一元体理论 那个一元体 他跟他说 那个一元体在哪儿呢 那个脑细胞呢 脑子不满着的吗 对呀 脑子没有八个窟窿呢 脑子当中空一块 所有第三脑石 第一脑石第二脑石 第三脑石 第四脑石 它里面不是窟窿呢 也不是 它是兼容的 它兼收变兼容的 是兼容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同意思沛底 他说的 对 他那个图现整体 图现的功能整体 它是能量质量 那个信息的混合物 这么混合起来的一个东西 它混合物是个什么 它又不知道 它起不上个名来 因为它不知道有个呼员器 所以这些问题 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 来验语诗 我们就得开 开具 这个议员体理论 如果你要是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和掌握它 下面将来你就学到开具之后 你会充满了以后 你这稍稍的 动你的脑子问一问 我这一想个问题 如果我想 那个我在哪呢 我是谁呀 你只要他们想一想 最后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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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为什么为什么好多科学家 最后的外国科学家 好多科学家 最后信上帝去了呢 现在那个我在哪呢 我是谁呀 想不出来了 可能我就是那个灵魂 就上帝的给了我那个 那个灵 向那儿去了 因为将来你开发这回之后啊 现在很多人还不想这个呢 没想过我是谁呀 我在哪呢 我怎么 怎么什么事 给我呢 我绝对有个我呀 我脑子也绝对有个我呀 从这一点就告诉你 有计算机 什么事也成不了真正的人 他那个 他说他不也会判断吗 他那个判断 他那个判断 是你原给他加进去的 判断标准 是你原给他创造的条件 那不是脑子那个我 谁给你创造的呀 小孩子不会判断呢 慢慢学会的 学会谁学会的呀 这麻烦 你又不用一元体 到最后 非得弄到灵魂上去不行 所以我们通过这次要学 我们搞开智 讲理论 要把这个原体理论 再深入的结合着搞开智 加深认识 加深认识 这样也就使我们奠定了一个真正的 将来搞人的科学的 一个正确的哲学观点 所以我们同学们可尼可千万不要认为 就是一个学简单开智问题 因为你要真正的医生 要努力去钻研去 努力去拼搏去 要成为人的科学家 人体科学的科学家 这个正确实现不奠定起来 你弄不弄的 就没兴趣了 有兴趣 弄弄 就弄得灵魂上去了 所以现在有好的大学 大学生和教授 开始弄宗教 宗教弄道教的比较少 弄佛教 你看佛教 搞搞佛教弄的 微识论里面去了 微识论讲的 哎呀讲得太深刻了 最近有个人跟我来心里说 人家搞这个研究的 正在研究佛学呢 佛学的都讲了 我一看坏了 糟糕了 因为那个微识论里面 讲那个意识变化过程 的确比现在心理学讲的要深 给他讲的还要深 那个微识论里面 这个心理变化的 怎么那个起反应 到人体里面 脑子怎么起变化 他就不见脑子 就起变化了 他讲的一套东西 讲的很深刻 no no 反正就 就到了迷魂镇里面了 就喝了迷魂汤 入了迷魂镇 我以前搞的时候的话 我也迷魂过一段 迷魂好几年 迷魂好几年从里面 又转出来了 所以进去以后 转出来不多 反正历史上我还没看 这要是进去了 再转出来 那有时没进去 那不算数 你真是进去 转出来不多 当然时代有关系 以前没有现在有科学史 没这个科学 我想现在已经进去 好多有进去的可能 有好多研究 一开始研究佛学 研究佛学 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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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研究 研究 就成了佛教徒 了 有的人还就从有头发变没头发了 当合照了 为什么呢 他的一套道理 那一套道理 真是了不得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发生在我那个年代 可能就是呢 我钻进去了 跳回来了 现在可能钻进去跳回来要多点 那时候那时候进去不好跳出来 你只有钻到 他那时候讲得非常的细致 到了现在的心理学 也还没讲那么细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讲呢 如果你有不学义原体这个理论 你只要讲了以后 你有兴趣一研究一探讨 一搞佛学研究去 十个有九个 慢慢就就迷了摸了 肉头脑脖脖 阿弥陀佛了就是 所以这对于今后我们 要搞人的科学的研究 也奠定一个理论基础 对这个精神最根本的地方 搞起来了 如果懂得这个问题了 如果懂得这个问题了 然后我们再分析 然后我们再分析 分析什么 分析现在的科学 对现在科学 对我们搞开治这些个认识 我们就能够都能够讲清了 哪些他们讲的哪些个道理 是属于我们议员体理论 过程当中属于哪一部分 它是怎么回事 现在这些道理当中 我们就都能够 咱们这个议员体理论得到 比较完满的解释 它这么解释是什么缘故 在我们这在我们这是怎么回事 可以把有现在有成果的东西 正对东西可以吸收过来 成为我们议员体理论当中的 比较细致的细节的 整体的充填部分 我们这个整体架子都有了 你们还有好多细节的东西 把那个成果给填进来了 这个是属于这儿的 这个属于这儿的 这个在这儿的 我们这个整体 它就可以让他们各得其所 你学的现代知识越多 那么在大学里面的议论 它就是 现在你这个议员体理 各级越丰满 你只要有了议员体理 就有一个正确观念 脑袋扎了根了 你就学的知识越多 这里面越丰满 进不来的 进不来的 那就还不是 还不是高层次理论 只要高层次理论都进来了 不高层次理论就别接语言体理论 进什么呢 进混原整体理论 混原理论我们讲三层物质 谁的一些物质 属于现在我们先把物理化学 科学建立的东西 厂性物质 那是物理学建立的东西 所以这个 这个生命里边的话 搞生理的东西 人们科学里边的话 有一部分 快来到整体性了 这个都能够进得来 都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知识框架 这个无限的 都能容纳进得来 但是到了原体理论里边来 必须实现得高层次的理论 现在前任科学理论 这些 因为原体理论它就很高 高线的科学理论 你现在在下面不行 现在科学尖端理论 好多理论跟它有相接壤的部分 物理学的理论 化学的理论 说明科学里边 好像有接壤的东西 要这么看它 如果我们 能够懂得这个道理了 说我们再说开智 就开什么呢 那就是 开两个 一个是我们人 都学会的 但是还没学 还没学完全的 还没有把它围里 全都放着 叫常态智能的智慧 常态智能的智慧 常态智能的智慧 思维里边 接触信息 我们是认知的东西 认知过程都是接触信息 首先就是接触信息 然后通过联想啊 分析啊 判断啊 然后加工 就我们普通 脑子人 人和脑子 原体 接触信息 我们普通人 接受 通过感觉器官 接受 接触信息 加工和储存信息 发信息 加加工和储存 加力工判断 决策给它水 加工就干嘛 再一个呢 发放信息 就咱们讲 一元体力功能 不三个方面吗 就是接触信息 发放信息 加工信息 但这里边有个常态 和超常态 常态是从局部的信息 来接受起来 通过加工 变成整体信息 这样的话 使人和周围客观事物 建立起 以局部信息 为媒介的 人和资源的关系 当你发放信息的时候呢 也是要变成 直部特性信息 发放出去 这是物理世界的 物理化学性质 发生改变 这是接受 加工 储存 发放 超常的呢 整体性 整体信息 接受整体信息 接受整体信息 所以整体信息 加不加工 一般来说 就不加工了 接受的就是整体的嘛 我们局部信息 因为接受局部的 你要整体信息 愿意学的话呢 你得加工 你本身一接收 就接受整体的 一接收 就是接受整体的 这就不需要加工了 在这个超常智能 真正开发出来之后 那就是 一切认识到 事物本质 没有加工 所以就是 马克思讲过 他共产主义 人类真正 彻底解放了之后 他感觉奇怪 就成了理论家 这句话 如果也是不懂得 要是不懂得 这个生命科学 不懂这个 意愿体理论 怎么你也解释不了它 我记得从六十年代 就学这个东西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初期 这个问题 我还都解决不了 怎么叫做 感觉器官成了理论家 感觉这个能不能成立论家呢 那里人的功能 彻底解放了 彻底解放出来了 解放出以后 整体功能也知道 但马克思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我不敢说 我不敢这么讲 解放了以后的话 那种被这种人的意识 把他们感觉器官的局限性 把打掉了 没了人的这个主观 这种主观的 主观的意识性 打掉了 成了个纯粹的反应论 也反映到本局了 你看咱们 很简单一个道理吧 咱们现在 好多聚工会查病 来个病人 你看有什么病 还有的人的话 人没在这 你说是腰查 腰杆 再加上去什么病 能查出来 像这个情况 这算什么 这一说 你是有胃溃疡 胃溃疡是个理性结论 这是个本质的东西 你要是咱们普通认识呢 胃溃疡怎么诊断呢 我现在有些个 有些个医务人员 检查来病人 怎么不好啊 胃疼 有的时候心口疼 疼多长时间了 两个月了 老疼啊 一阵疼啊 就是一阵疼疼 什么是疼啊 吃完了饭疼 一吃吃完了 就疼 吃完了就疼 再问一下正常 那么查着吧 什么抽点胃酸啊 做个背疼倒影啊 现在做个胃镜啊 一检查 检查出来了 然后还得做武力检查 摸摸肚子 摸摸点压疼啊 摸摸就能看 一套一套化验 一定会检查 出来结果 就通过各项的检查 观察 那都是感觉器官的那些东西 什么 你做点什么背疼倒影啊 那是感觉器官啊 那是 大人们的视觉提高了 就是啊 在背疼所有的各种情况 搞得这种实验 然后到最后脑袋去分析 一整体化 找到本质了 整整出来说胃溃疼 这么多材料 通过分析 整整胃溃疼 这一说 就说 就说 那是庞老师啊 他说你给我看看吧 可不是我这庞老师啊 庞老师 请庞的多个呢 一说庞老师就说 一说 这样找庞老师看病了 不是啊 庞老师 原来就北京 那个叫庞老师的 他说庞老师啊 他说我可不是庞老师 他说 庞老师男的 他不是个女的 他说我不是那个庞老师 原来北京姓庞的 他死了已经是 死了 他姓庞 他说找他 他说我叫庞老师 你这庞老师 给你指挥的 你指挥的指挥特别好 你愿不指挥 庞老师给我指的 庞老师给我指的 所以这样就是这样 我这不好 不舒服啊 庞老师说 他说你这是魏克洋 你怎么没的是魏克洋 你什么你没看呢 当然有的人 我会透视 就是透视着了 那透视功能 透视功能也不是用眼睛看的呀 不是用光线看的呀 这都是用一元体 直接来感知到 通过接收信息 刚才说魏克洋 当然我们讲了 每个感觉器官 他接收的信息 尽管我们现在 确定他 眼睛是接收电磁波 电磁波特性 耳朵生波 舌头鼻子 化学特 物理化学特性 触觉 就是物理特性 尽管这都是局部特性 但是 他每个感觉器官 接收的信息里面 都包括有 局部特性 而且局部特性当中 包含着有整体特性 这么一点 他就更糊涂了 胖老师 你刚刚说了 感觉器官 接收局部特性 怎么现在 你又说局部特性 还有整体特性呢 对 不通过感觉器官 一元体 直接接收 都能接收整体特性 那么通过 跟一元体 跟脑子 连着的一个 外界的身体出来 他接个运行 倒没有整体特性了 有 有呢 为什么不能 整体特性呢 这就是因为 每个感觉器官 他有个特殊的性能 现在科学已经发现了 眼睛 视神经细胞 一受刺激之后 受光子一次刺 他起反应了 变成电脉冲 通过视神经 他的脑子里边去 往里面一传的时候 他那个能量加大了 有一两个光子 碰到这个视线细胞了 往里面一传 那个能量 比一两个光子的能量 大多了 这叫积一连放大效应 积一连 积一连放大效应 一积二积的积 外面谁这是 在外面去看看 后面有一个 在外面 往里面搭手电的 关键叫 积一连放大效应 我们就原来 学位就讲了 眼睛有积一连放大效应 现在仪器比较好检查 因为光子这个能量好测试 我们从智能工的 原体内来讲 其他的感觉器官的末梢 也有积一连放大效应 眼睛就是 电子波特性 他这个光线一次之后呢 他把那个电子波特性 积一连放大了 也放大很多倍 能量加大了 他到脑子里面去 哦 这叫光线的特性 在脑子响一响了 耳朵碰到声音以后呢 他也有积一连放大效应以后呢 他把声音特性 就给你强化起来了 所以这样就慢慢地学的话呢 跟这个不同感觉器官 相关的脑细胞 他就把这样的特性 给你强化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 说现在就是咱们脑 脑子有功能定位呀 功能分位呀 就这个道理 既然脑一眼底 这个整个地方 脑子有功能分位 他通过积一连放大 结果出来的结果 通过积一连放大以后 他把脑子给强化了 所以像这些人要这么认为他 所以过去为什么说 要进入真正的练功状态 所以开悟啊 就整天都出来呀 都要泯灭 这一切知识呢 要把感觉器官的功能 都要把它放开呢 实际不是放开感觉功能 要使那个积来放大效应 要沉默下去 一沉默下去以后 你就每个感觉器官 那种收了个信息 他就整体特性就显示 他不是一切突出了 这就突出了 所以讲这个干什么 这就是 要告诉大家 将来你要找整体特性的时候 怎么样利用感觉器官 来整体特性 将来练特异功能 练超常技能也是一样 你怎么样 让展现整体特性 如果你一开始练的时候 你就没这么练 就很麻烦 咱们原来练什么呀 练蒙眼看不客 就是这么个问题 就没有注意 是整体特性 还是要蒙着眼睛看 咱们原来走那个老马 叫马什么来个 马幸福啊 他练的时候 蒙着眼睛 你得这么看 你不这么看 不行 他这么看 他不也挡上了吗 他练的是这么看的 注意看 他就这么看 他就忽略了 那不是通过那样感觉器官 那个光线的结果 但是他脑子里就还是这个概念 你这么看 你只要是他 你 我跟他们讲啊 那个黑布堵上了 你把这儿 当初再给挡上一层纸 下面就看不着了 那个布为什么透过这一层纸就透不过去了呢 这是一个意识的问题 我就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没这么搞没那么事 我说你们呢把那黑黑眼罩当中啊 两个黑眼罩不两个眼罩吗 把眼罩当中夹成一层纸 家庭一层纸能看过去了 为什么再隔一层纸就看不过去了 这是一个意识问题 就如果是看的 就看着一层纸了 看着一层纸了 他就以为过不去了 那这次人家透过去吗 他不会透了 所以我讲这个道理啊 你们把这个道理懂了之后 我现在蒙里眼看不过 你觉得蒙里眼会看不过 在挡上一层纸 你也给你回看 你不觉得你可以搞试 我这搞试验吗 那黑眼罩 把那个黑眼罩加成一层纸 不就完了吗 练的时候把眼罩加成一层纸 咱们这 你不要搞成 原来不是六层 八层的眼罩吗 把这个隔着一层纸 不要告诉他 你别告诉他这边有纸 好多练的这个意识 不懂得是把那种是我们感觉器官的机能放大那个局部特性 把它克服了 整个体功能显示出来全力就这个 不是一个道理 他就以为这么看 看他看他 一看看了一层纸 你再过去看不着了 透不过去了 这习惯意识 这习惯意识 这讲这些道理 似乎是跟开治 没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呢 这恰恰是 我们只能够要搞开治的一个根 通过这个道理呢 你要是看看我们的意愿体理论 希望同学们能反复看我们的意愿体理论 看看去 看看意愿体理论 看我们的意愿体理论 那个辅导材料 这些材料 就来看一看 这么意愿的 一个意愿怎么产生的 这一套东西 咱们意识活动特性 本来我今天还要讲 再讲点吧 讲点就是咱们从 咱们预言体理论来讲 这个记忆 是怎么回事情 记忆是怎么回事情 今天我简单讲这个问题 因为下一堂讲的 讲这个记忆的基礼 先讲 我们意愿体理论的记忆基礼 然后再讲 现在科学的记忆基礼 今天 为了把这个问题 给同学们打个底 就先说一说 讲一讲 明天再全面展开讲 这个记忆 就是学习 怎么能记进去 怎么能记进去 怎么记的 所以这个记忆 我们学习呢 一般的来说 就是我们从学文化来讲 一个眼睛看 一个耳朵听 一个眼睛看 一个耳朵听 就是这样的 从个眼睛看 反正脑子里面去 耳朵听 反正脑子里面去 所以古人讲 要学习 叫心眼口三道 在抵得规里面就有情况吗 心眼口吗 过去 心就是意识 眼睛是看 口要念 过去一讲 背东西 背的话就是呢 专身用作 一做 说念书 这么念 有时候 我们小时候 念 亲家事 还拉着 肠上念 云淡风 将见 五天 这么唱 所以这样 就念 实际上 咱们唱着念 唱着念 唱着念 还要是 眼睛要看着 嘴唇着 心里面想着 叫心眼口三道 可我们现在的同学们 你们可别记这个东西 咱们现在就 不能搞 心眼口三道 不能那么搞 咱们现在 下游子怎么搞 咱们先怎么说 咱们先讲 咱们这个什么 记忆理论 后来有方法问题 从一元体的记忆里 通过感觉器官 它那个感觉末梢 神经末梢 一受了刺激 到脑细胞 到脑细胞里边去 这是能量变化 你通过 传入神经的 变成电脉冲 电脑冲到脑子里边去 成脑细胞的兴奋 脑细胞一兴奋 脑子里边 有反应了 咱们还讲这个例子 看这个杯子 你看到它了 你看这个杯子的光线 到盐 盐底那成像 刺激我们盐 盐那个 盐那个 神经时胞 神经时胞 就是三色细胞 光感细胞和三色细胞 就是三种颜色 基于那个基本情况 它这一受刺激之后 它一兴奋 这个电脉冲 电脑穿在脑子里边去 脑细胞那一兴奋 也成了个电脉冲 从咱们现在的 科学继续到这了 咱们医院体理论 就不这样子了 到了脑细胞那 电脉冲那一兴奋 它就影响 那个脑细胞周围 对这个温元季发生起变化 这一起变化呢 原体就有了变化了 它就不是举下一个脑细胞 摘个脑细胞 摘个脑细胞 会管个脑细胞了 脑细胞 它这还有一个 还有跟它兼容的一个原体 所以这样呢 它就到了原体里面去了 到原体里面 原体呢 就把这个被子的形象 一切东西映在那了 原体这其变化 我们觉得原体 有保留信息的功能 它怎么保留呢 它也要通过它的 信息变化和物质变化 在一般来说 由信息存在 也还有它的实体物质存在 怎么样去实体物质存在呢 咱们讲过 原体它是 它过去讲 它用脑细胞的 活源器来组成 脑细胞的活源器 和活源器的特殊性 就是过去讲 聚则成型 散则成器 聚则成型 散则成器 过去的讲法 传统经过这么讲 我们现在呢 讲呢 书本上讲的时候 在1990年 我写书的时候 还是这么写的 现在我们讲 就不能这样简单讲了 这怎么讲了呢 得这样讲 活源器 聚则成能 能聚成型 把聚则成型里边 加了一个聚则成能 由能才聚成型 再一个呢 这个有形的物质 行散成能 能散成器 它一散它能成为器 所以咱们这个杯子 看着 这是个有形体的 但是它并没有散 没散的话 这个能 能传进来 能够信息 对着脑 也演神经细胞了 能量再一转换 到脑子里边来了 到脑细胞那一兴奋 质量 杯子的质量 还在这呢 信息 能量进来了 脑子 脑细胞那是 能量和信息 但是一到那个 医院体里边去呢 那个能量 能量 它又少了 尤其是当我们 一加工成个杯子 可能叫个杯子 那个杯子 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 从脑子 脑细胞 那那个兴奋点 从那抽出来 一抽出来 能量也没了 能量也没了 就被那个信息了 就在脑子里边 脑 脑圆体里边 圆体里边 哎 那个杯子 那个信息 一转当 就使那个 一元体啊 发生了变化 值得变化了 和原来不一样了 原来那个 一元体呢 就跟那个脑子 脑细胞的 那个结构 跟它那个质量 是相应的 这么一种信息 跟它相平衡的 它非常均匀 它非常均匀 可以进来 进来又加了个信息 这么一加 好多了东西了 它特别均匀 你加进东西来 它就容易反映出来 那镜子 为什么能照镜子呀 镜子特别平 就在这一平 它那个每个 每个点和每个点 它非常平均 非常均匀 你进来又 它就显出来了 所以那个镜面 如果不平 不光 你就照不了镜子 可以原体呢 比它还要 比它要光 要均匀多 所以进来一心 哦 显出来了 一显出来了 它变了 这原体一变 好 这一变 打根印象了 烙印了 这个呢 它在原体那边存着 非常威胁的 但你物质量一多 反复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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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多多多 它是 它凝着的一个程度 它要捉着成 它要踏这一距 装上能和行 变成有形物质 就变成有形物质 然后就有形物质 又到脑细胞里边 有没有复存起来 现在科学已经认识到啊 就是记忆 有记忆物质 叫记忆物质 叫记忆蛋白 记忆蛋白 现在今年的 发过两三次这样的文章 参考消息 其实这个东西 早就从八十年 就发现这些问题了 就是有记忆物质 所以跟我们这种公司讲 就是都是有记忆的征型 翻过去 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呢 这种反应 通过原体来反应的 它通过原体 它在转化成物质 转化成物质 在它有关的细胞里边 存起来去 就在于记上了 就记上了 它这一凝聚以后的话呢 这个原体又开始 糊糊平衡了 原来是平的 进的东西 咱们画比一个湖水一样 湖水一湖水 一片水 很平很净 看得很清楚 一进了以后的话呢 那东西细腻多了 一凝聚 它就把它抽走了 它又存起了 一存起了以后呢 它又 那个原体又回复 再平静那种凝静了 就凝静了 所以再进来再反应 再进来再反应 是这么个问题 这如果 如果 咱们打算个比方 今天那些都不能 它不能抽走了 老大原来带着 好原来乱七八糟了 这一出一出一出 大家就该打个价了 结果那湖水 一起了波浪 有的信就起波浪了 别的进不来了 您看古人家 咱们就开发聚会 就是什么嘛 不以此一害比一嘛 寻子讲嘛 不要离近这个东西 还在那存着 害别的东西 什么叫成为虚 什么叫成为虚嘛 安静 就是这个道理 安静下来 使你进去东西 快点凝聚上来 它走了 脑子要安静下来 这是记忆 咱们的记忆 就是 进去 能量了 到脑子里面去 转化成信息 到记忆原体 原体就记忆多了 它就又凝聚成 能量 从能量变成有性物质 有性物质之后的话 又到了细胞里面去了 就是储存起来了 记忆起来了 单纯记忆 是不是记忆了 也不知道 你看能不能把它取出来 回忆 就提取 提取出来 提取 现在提取呢 又是原体 它本身 有个主动性 因为咱们讲过 意念的产生 一个念头的产生 回头同学们 看看那个意念产生的过程 从意念的 意念从发任 发任之后的话呢 到发任之后 已经不平衡 不平衡 集中 从集中以后的话 产生能量 再作用到有效器官 再到反应过程 那个意念过程 这么四个步骤 所以在原体本身 原体本身 它这个主动性 我一想 我要搜这个东西 搜的话呢 它一搜 它这个检索系统 它就从原体里边的话 它一搜 那就不是咱们 说这个东西 这么简单 一下子 脑袋 时空结构 就出来了 因为咱们讲 任何事物 那个混原器理论 原体的关键 是个时空结构 原始时空结构 每个事物 有它的时空结构 时空结构才能 这个时空结构 才能凝聚能量 凝聚不同能量 能量转化成 时空结构 再转化成不同的质量 有些物质 所以人家一想某事物 要想某个事物 要想某个事物 记得这么回事 好 一个事物 时空结构出来了 时空结构一搜索 在脑子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仓库 仓库特别多了 但它就自动检索 它一搜索 爬 在这儿呢 它就拿出来 如果有不同的 没有一元体理论 这些问题 又没法解决 谁去搜索呀 谁去想啊 讲一元体的时候 讲一元体 有一元体的 一元体 有的是反应性 反应性 另外有的话呢 有的主动性 选择性 这些特性都有啊 都讲了 都讲了这些问题 这元体的特性 里边讲这些问题了 所以这样 进去东西 你搜索 能把它搜出来 我记住了 这点记住了 你想 张三 张三是俩鼻子 还是撒鼻子 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就是没记住 是不是没记住呢 是不是记忆哪儿没有呢 他们前面讲了 前面讲了个例子 有 就你提不出来 你提不出来 碰到这些事情 都有 脑子都有信息 你就提不出来 为什么提不出来呢 就是因为 你这个 这个时空结构的 它那个聚合能量的 那功能比较小 为什么小呢 这点什么事说 因为你接触的 第一 接触的内容就比较多了 就是一方面决定于 那个一元体的灵明度 决定一元体的灵明度 第二就是决定一元体 转化这个过程的能力 在这来的事物的能量的大小 来的能量大 刺激性大 反复刺激 它里面的原理的老波动 它聚会的能量多 产生的物质多 来的少 它产生的少 产生的少 我们在一找的时候 就不好找 就这么个问题 因为有的人 一过就 一闹就行 说明原来 这个一元体比较灵明 一反应来 你这个头发丝一点 也看出来了 一万分之一头发丝 这么点 也反应出来了 它反应得很明确 一元体灵明度高 聚合能量的那个北枝高 这就先天素质不一样 先天素质不一样 跟周总理 说那人家在是跟那个 那个中方经卫那时候跟谁谈判的时候 看他们那个 那个他们的军队的编制武器 看了一遍 一开始还没有正式谈判 看了一遍 当正式谈判 那他们想想想想想想想把他们想想隐瞒一下 周总理说那这都是这边 哪個邊邊的槍多少人多少人 一看一遍就記住了 你的腦子靈明度夠 那個先天的 先天就好 有人看了五遍還沒記住 就先天度差 就咱們這能功能 不僅僅是要告訴那個記憶方法 而且我們 還要什麼呢 要改變一元體 它的功能狀態 靈明度要提高 轉化能力要提高 所以這就是我們智能功 所以我們用智能功的元體理論 搞開智和目前的搞開智不一樣 它們的搞開智就是增加外面的 增加外面的能 接觸性的增加它的能量 怎麼增加信息度 增加外這個東西 他說胖老師不對呀 我們現在學開智的是沒整個方法 各級的方法 那些方法都是增加能量的 都是增加能量的 實際上是增加能量的 你多看幾遍也是能量的 看一遍再看一遍再看一遍 看一遍也增加能量了嗎 精神集中也增加能量了嗎 你把那個知識塊 足以增加信息了嗎 信息量了嗎 是從外面的能增加它 所以我們要掌握有這些技術 我們還要掌握 所以我們智能工的理論 從一元體理論上的技術 所以我們是這個記憶的基礼 和當代的心理學記憶基礼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但這個不一樣在哪兒 我們就創立有個一元體理論 現在講的物理化學變化都有關係 你比如說電力變化 好 電力變化有 跟他們一元體理論 我們講了一個問題 一年產生 當一元體在信息整合的時候 有個電變化 我最近去年我看到了 一個什麼就是呢 說有一個一年前動作電位 腦子裡邊 能看那個微起來動作電位 跟我們在九二年寫書的時候 講了個問題 我們說如果心理學研究 應該是在一年產生之前 有一個徵 咱們書上有 寫著呢 應該有電變化 現在看了 有這是一年前動作電話 動作電位 動作電位 有電變化啊 這就是核原器聚能的表現啊 咱們說裡面有煤的變化 有記憶物質 好啊 都好啊 咱們看那個什麼 那個 咱們考科學實驗的時候 中國科學院搞的時候 這個beta單間能身體受體活性 好啊 它應該有這些變化啊 所以像現在科學這些成果 我們就能為力 都能用得上 都能用得上 所以這裡說我們不排斥 現在科學機構的成果 而且用它還能加深了 或者使得技能工學 原體理論更加深刻了 更加深刻了 更加深刻了 把它科學性 對 在另一個方面 就更加成了一個佐證 這個理論 一個佐證 因為它那個 是那個細胞 腦細胞的肚主義結構的根 這兩個膜 這個膜 功能活性 活性一提高了 結構的 結構的密切了 反應這麼大了 所以整體性就強了 整體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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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傳遞的時候 傳遞很快 細胞影響很大 到醫院體裡邊 整體性很強了嘛 這個細胞量就強了嘛 施工結構的 被被干擾力就少了嘛 它在聚能 它在於聚能 也就容易了嘛 由聚能變成物質 在聚能性 也就容易了嘛 這麼整體性 它是一致的呀 所以這樣呢 異元體理論 它和這個有性的物質 是一個兼容的 它直接是 這腦細胞的物理化學 作用的影響 它有私於 咱們那個電台發射 發射天線 天線裡面 電流來回來了 變化 強弱變化 它就像是周圍電廠 電磁場 電磁場強弱變化 傳過去了 所以周圍的電磁場 那個電台那個電流 王府變化 它們的關係是一致的 但是不是一回事 這是個電變化 那是電磁場 那是電磁場 那是電磁場的變化 所以腦細胞的變化 跟那個原體變化 可以達成類似的比喻 那些的比喻 所以這裡面的話 腦細胞之間它那個 有的物理化學變化 它有有益的方面 對那個原體 也是有益的 這些同學們呢 有時間 幫我們有關的材料 多看一看 今天就呢 簡單的 先那麼說一說 明天呢 我們再詳細講 記憶的原理 記憶原理 記憶原理就是 要既要講 我們這個原體的 記憶原理 明天還要再繼續展開講 同時 要講一下 現代的心理學的記憶的 他們的這個提法 而他們這個提法 哪點兒講對了 哪點兒講的不對 講的不對 那不對他們為什麼 這麼講呢 要把這個道理講出來 他為什麼這麼講 和議員體論 他們的關係是怎麼講 所以我們講議員體論呢 如果是不核心的科學結合啊 像同學們一線的看科學書啊 那時候就 常用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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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講現在科學 廣講議員體論 也不能講得更深刻 不能講得更深刻 所以我在 我在以前 給那時候 九二屆講 講課的時候 講議員體理論 那時候就沒有 我本來我想講記憶 那時候就講的是 意念的興起 情緒 本來我還想講記憶 但那時候就是呢 嗯 考慮考慮 還是不講好 萬一 我以前現在這麼講 好的道理 因為這這十來年呢 科學又有了好的成果 證明智能工那時候講的好的道理呢 他講對了 講對了 那時候你講的話呢 科學成果還沒來 你會講的太早了 萬一你講 以後你正錯了 不是這麼回事 那可就是厚石麻花蠻領的就是 咱們這 咱們這一套理論 就給你剖了 從這一點工的 他還沒就胡說八道 後頭不還得加一團 他還沒胡說九道 比胡說八道還得加一道 胡說九道 所以我以前講過 有的地方是敢講 有些問題 我是這個嘴是凸凸凸的到嘴 哎呦回去了 就這個樣子 這幾年好得還罵我 他還沒跟這個人講胡說八道 你搞氣功就搞你的氣功 你別講科學你 你科學知識你的水平不高 所以你一講 我們講那個物理學嘛 講說質量單重質量不少 單重能量不少 這就不是胡說八道嘛 這一點工具都不得 是不是連高中都沒念過 質量不滅 能量不滅 就是物理學兩個大定律 你怎麼說那個質量不守恆呢 就是質量守恆 能量守恆 這就是物理學兩個大定律 你這兒說 你滅了一個 那這還行啊就是 我來往十幾封信 他就講了好多道理 說我給你講這個道理 那個道理 他說這是普及的 不是高級的 不是尖端的 這是尖端的 最後我只好把打破了點 簡明百科宣說 職能守恆定律 我給他敷衍一份給他記錄去 他就說沒有職能守恆就沒說 職量怎麼能裝成能量 能量怎麼能裝成職量 他說你在這個方面的話呢 因為在八十年代 我那時候已經就看了這方面的材料 我才到了九十年代咱們寫書才寫的 所以有些問題呢 別人說我特別敢講 彭老師說您這個嘴裡特別敢講 特別敢講 其實有的時候我特別不敢講 我都 只有我怕人們呢 也找給你一點 縫了這一點 就長給你縫了 所以現在看龐老師講話比以前更謹慎了 因為現在國家已經管氣功了 一談氣功 我就講得特別低了 特別低了 為什麼 因為以前 國家沒管氣功 沒有人管 我以前講嘛 氣功還是一個沒有戶口的黑孩子 但是氣功那邊外面下道很多 所以作為共產黨員 就應該自覺的難教黨的要求 難教馬克思的絕切觀念 來自覺的 走正道 達出一個氣功 要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叫一個旗子來 舉什麼旗 走什麼路 自覺的難教黨的要求去做 體育氣功是歌曲是文化 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國家從法輪功出來之後呢 管氣功了 而且氣功分成兩項 健身氣功 氣功醫療 健身氣功 現在歸成 最近發的文件是歸成 傳統體育的一部分 這麼一來我談到氣功 我記得什麼了 我得掂來掂來掂來 你拿著國家口徑來管 國家管了 拿著政府的口徑來 來講氣功 所以我在講氣功的時候 我就特別特別的 這個嘴就小點 原來我嘴挺大 現在嘴就小了 但是你們搞得氣功科學要搞研究 那還得另外說 搞健身氣功 那個健身的問題 我們現在搞的是 搞的是開智的問題 開發智慧的問題 不是氣功 但是用了智能功的過去原體理論 所以這個學問的同學們要搞清楚 搞清楚 問題不是搞得氣功 因為火炎正體理論 它不是單純搞氣功的 還有一種新思想 而且我們還說 這裏有很多個新發現 原體理論 新發現 三層物質新發現 組長手段新發現 這個新發現 咱們火炎正體理論 咱們在書裡邊講了 可以來解決 當代生物學的遺傳變異的 矛盾的問題 把它可以統一起來 現在生物學的遺傳變異 統一不了 我們火炎正體理論 通過混化理論 能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世界上都在探索 量子 量子一下子更基層的 更基本的物質 有好多人在探討啊 波姆 量子專家波姆提供 研究系理論 那個 美國的幾個學者提供 超選理論 拉茲洛提供的是 全息引能量場理論 這個理論都是在量子層次以下的呀 量子層次以下的 全息引能量場理論 它的題目是零點能 零點能 或是引能量場 能量沒有 是隱藏的 叫什麼說 原始能 叫原始能 等等 原始能是什麼 也是沒有能量 跟我們聚能工具講的說呢 聚能量能量出於隱風上的 有好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他們沒向我們 對聚能對活源器 原始活源器描述的 它的特性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細緻 它和大量科學怎麼接壤 接壤的問題 只是有 超選理論它有個數學公式 說那個超選非常微小 能裝潢成現在的粒子 但是它還是搞不了實驗 但我們聚能工講的話 它能裝潢成能量 我們搞的實驗 都在搞實驗的 所以我們聚能工那個 這是我們火焰能力理論 不叫聚能工 火焰能力理論 它不是單純為聚能工服務的 它是一個更新的 認識世界的 這麼一步 這麼理論的一部分 它很多地方接觸到了 當代的科學問題 當代堅定科學問題 現在可以有很多矛盾的問題 可以從這些理論 我們可以從理論上 做自圓其說的 就在解釋 我們可以在解釋 比如說你幫忙在胡說 那你說我胡說 就是說我胡說 方向我們自己能解釋它 這就是假說嘛 對不對 通過實驗來驗證 我們聚能工這個理論 火焰能力理論 不是叫別的 不讓科學驗證 我們反而要提出科學驗證的方法 科學和唯科學之分在哪 就在於 你敢不敢 你能不能提出 科學試驗的檢驗方法 所以我們能夠提出檢驗的方法 火焰性能裝好能能 可以搞試驗 可以搞試驗 所以在這一點上啊 所以我為什麼反覆講這些問題 因為現在咱們對 起工管理的時候 起工出於低潮的時候 然後 諾布浩也同時講 哎呀 胖子說 我們又要快搞智能工了 搞開智就搞開智 不是搞智能工 最後去年就定了 我們 從我們一解散 我們忠心 就把社會傳統 就把社會的起工群眾活動 就結束了 直搞起工的科學研究 直搞火焰整體理論的 這樣的研究 還不叫起工的研究 就是 火焰整體理論 這樣 堅定科學的研究 所以我們現在搞的開智 這也是 火焰整體理論應用的一部分 來驗證它 驗證它的整體性 這個整體性問題 通過 將來我們同學們練的時候 就可以來理會 前面我們在十一的時候 我跟同學們講過一回 從北京來小孩子 他們現在會唸得慢點了 他們原來那個 那個女孩唸得快的時候 她就說 她跟著談的 她跟你們一起座談過 她來她怎麼談的 我不知道 原來跟著談的 人家看完了以後 看得最快的時候 一萬多兩萬字的時候 一閉眼睛 一萬天問題 她腦袋是個整體性的 立體性的 立體性的進來了 咱們因為一元其實 無數個層面 明天咱們再講記憶問題 咱們今天就到這兒 也講了兩鐘頭 本來我說講一個半鐘頭 行